美国9月非农就业人口新增26.3万人 略高预期 这是美国连续第21个月就职增长 但是月度增幅已有所放缓 为2021年4月以来最小增幅 与此同时 美国的失业率从8月的3.7% 降至3.5% 创下50年来的最低 美国9月的平均时薪也仍在稳步上升 美国总统拜登周五夸赞9月份的就业报告 称美国经济正朝着稳定增长迈进 不过就业市场依然强劲 并不是目前联准会所乐见的 当前美国联准会最希望看到的是 劳动市场显著降温 从而降低薪资增长 最终让通膨降下来 而9月的就业报告恐怕不能满足 美国联准会的期望 经济专家预测 联准会很可能将在11月连续第四次加息 因为市场对美国联准会加息的预期增加 周五美国三大股指一期下跌 其中道琼指数一度下跌超过700点 新潮电视台记者周琪综合报导